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奖不能颁给他 为什么我不可以拥有这个奖 因为你用了假名字 这不公平 大赛好像没有规定 必须用真实的名字 再说了 设计师有英文名字 不是很正常吗 朱莉亚 如果你真的是玛丽亚的话 那这个作品 肯定不是你自己做的 各位 我很了解这个女人 以她的能力 她设计不出这样的作品来 朱莉亚 你的意思是说 我抄袭了别人的作品 或者是用别人的作品来参算 我没有那么傻 一旦开始工作 很快就会被人揭穿 不是吗 你今天能拿这个奖 一定是有人在背后做了手脚 不管你相不相信 这都是我光明正大得的这一奖 我当之无愧 我宣布 本次比赛结果无效 这个奖我颁不了 叶锦银 你没有资格拿这个奖 更没有资格在抛人的工作 哎呀小姐 你背后有个人 这是真的吗 请你继续一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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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中国的 POWERLINE的主题设计师 很感情用事 他好像分不清 公事还是私事 要跟这样的人一起工作 我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 是否 你看 你看 你看